大家好,周末了,咱们今天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最近呢,这个我看油管上吧,这个平时是推给我的,这个读录音的一些频道 以王之安为首吧,我看这最近的话呢,这个好像啊,加大了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抹黑啊 不管是国际新闻,还是国内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新闻啊 尤其经历了这个2020年以后的话呢,好像啊,给人感觉是民怨沸腾啊 好像大家呢,对共产党整个的执政的信心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啊 我呢,说句实话,虽然我的节目里面的话呢,也有啊,这种对整个的过去一年 我们自己政府啊,做的很多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这个自己个人的看法 但是呢,我始终觉得啊,这种事情呢,它只是在中国完成它的这个正常的 咱们就不说这个伟大复兴吧啊,就是完成正常的自己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插曲而已啊 我呢,始终非常坚定的相信啊 要不了多少时间啊,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随着实力的赶超 形成的这个对比啊,关系会自然改变啊 你现在说一千到一万,你找二十五个战狼,同时一块骂人都没用啊 只要你的实力是他的一点二倍,一点三倍 自然你跟他的关系就改变了啊 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会发生很多问题,对吧 但是那些的话呢,说实话啊 都是插曲 让我想到今天开一期节目呢,还是因为啊 今天我在网上我在浏览新闻的时候 我又看到这个和狂飙啊 那个连续剧啊,有关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那篇文章呢,它是在盘点狂飙那个剧里面啊 这个出现过的几个小吃 像那个肠粉啊,像那个猪脚面,对吧 张颂文啊,就是高气强,很爱吃啊 其实呢,它虽然模糊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具体的这个地理的那个省份啊 但是你能够知道吗 因为有猪脚面的这个地方,有肠粉 肯定是在广东嘛 我看着这个连续剧的话呢,我就觉得很好玩啊 这个,因为看着看着吧 这个一个是里面的这些小吃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 它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那个故事啊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高启盛,对吧 张颂文弟弟啊,一开始起家的时候的话呢 他们卖的是小灵通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啊 因为我相信其他国家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 小灵通啊 很多人没有用过,但是都知道 小灵通 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便宜啊 比这个手机的话呢 要便宜的多 的多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信号机差啊 打着打着的话呢,就是没了啊 所以呢,我看着那些现象的话呢 我是觉得很有必要啊,这个 给大家啊,这个来开一期 鸡汤的节目啊 这期节目的话呢 这个 将从一个这个回顾以前怀旧的角度啊 给大家算是 开一期鸡汤吧 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遇到一些事情 每个人啊,都是这样 不看你遇到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啊 当然遇到事情有大有小 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啊 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啊 最终最终的会导致啊 可能说大家遇到都是类似啊 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最后心态不一样 可能最后结局啊 不尽相同啊 因为看着这个 狂飙 那个连续去看着那些文章啊 做出那些总结啊 我一下子啊又 有很多以前的那种回忆啊 就是在中国经济起飞前的 那个时间段啊 90年前后吧 90年代 然后呢 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啊 这个一下子又想了起来 我觉得很好玩啊 跟大家来聊聊 你要知道中国的经济起飞呢 其实严格来讲 对吧 有人说改革开放 没错啊 改革开放当然是中国经济起飞的 这个 最初始的阶段啊 但是真正开始起飞的话呢 其实就在90年代 差不多是末期吧 一直到这个中国开始加入WTO以后 2001年以后 那真是不夸张的说就是一飞冲天了啊 你在这个过程中啊 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社会啊 当然在那个年代的话呢 我还不像啊 后面就是把整个中国 起码是省会议集的城市都走了个遍啊 那个年代的话呢 我基本上了解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一亩三分地也就上海啊 或者周边的一些城市吧 最多再加几个 你像广东的这个广州啊 包括包括北方也去过那么一两个城市 但是去的还不多啊 那个年代的话呢 其实我至今啊 想起来很多事情很好玩啊 比如说你说这个小灵通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来的 对吧 其实呢 这个我就不用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给你做科普了 比如说 它的这个制式的话呢 是PHS的 就不像这个后来 移动就是要插那个SIM卡的啊 因为小灵通 大家如果用过的人都懂 它是没有卡的 它就是一个这个东西 像一个计算器一样的 对吧 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一个屏幕 一个键盘啊 比那个老年手机啊 其实也差不多吧 那个东西就是不插卡的 你说它是手机也是手机 说它不是手机 其实就不是手机 它本质上呢 就不是手机啊 为什么 我一会告诉你啊 它呢 本身用的这个网络啊 不像后面就是插SIM卡的是这个什么GSM或者CDMA啊 那个就是二级技术了 后来就是迭代嘛 三级四级啊 到现在的话呢 五级啊 中国已经已经是在往六级冲了嘛 它的整个技术的话呢 其实你要说就是一级的啊 不从这个角度 我来给你掰啊 这些东西啊 我只是想 从另外的一个 它的这个产生的原因的角度 我来跟你聊聊 小灵通啊 和那个经济起飞前的中国啊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啊 其实这个讲起来的话呢 你就得把这个手机啊 给你讲一个透啊 你要知道在这个90年吧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见过当时这个用 当时那个手机啊 其实当时那个东西还不叫手机 叫大哥大啊 用那个东西的人的话呢 这个基本上吧 就是 或者就是那些政府的精英啊 这个 但是更多的呢 其实是一些那个 大哥们啊 就是那种这个歌里面唱的 对吧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啊 就是那个大哥 他整个的那个脖子上的 那根链条啊 你把他这个链条拆下来啊 锁那个三轮车 都没问题啊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当时90年前后吧 那当时很多人家里面 连固定电话都没有 更不要说这个 你有一个手机了 有一个大哥大 那还了得 一个大哥大是多贵呢 我记得很清楚啊 因为我有这个朋友 他是广州人啊 他告诉我 他的他的这个家里面 有人啊 就是 他们家里面有个亲戚啊 就是有人就是从香港 带过来一个啊 他说当时的话呢 这个一张卡就要一万多啊 而且那个卡呢 不像后面的这个SIM卡 就是小卡 对吧 直接掰下来 塞到手机里面 当时一张卡 就跟你信用卡一样大啊 身份证一样大 直接那张卡 整张的插进去啊 而且那个手机的话呢 就全是砖头机啊 就我们叫这个砖头机 一个机器的话呢 两万五三万 包括每个月的电话费啊 你买一台这个东西啊 就是五万块 就那么贵啊 所以当时整个有人 对吧 拿着这个砖头机 出去吃饭什么的 一定要吃到一半 让人打电话给他啊 然后一接电话的话 我们的都是对吧 就怕你听不见啊 喂 哪呢 怎么的啊 就全是这种样子啊 所有人都回头看他 哎呦 了不起 了不起 老板 后来呢 这个移动电话啊 开始在中国 开始随着经济的腾飞啊 开始要推了 然后呢 这个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啊 这块 整个的这个市场啊 一定是有鲁的 因为 你有十亿的人 对吧 摆在这儿吗 总有一天 这个东西是要平民化的啊 当时呢 还没想那么远 当时就是知道这块有鲁啊 然后呢 就是开始牵扯到电话了 你要知道当时在中国 装个电话 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对吧 别的地方 我就不敢说 咱们就说上海吧 上海的话呢 当时装一个电话 出装费啊 这个都是老贵老贵啊 出装费的话 都得大几千块钱 当然就看你这个每个人 就咱们这个说句通俗的啊 你的这个路道啊 就是你的这个路子啊 有多粗了啊 你路子粗的人的话呢 这个出装费啊 能给你省到很便宜啊 甚至免掉出装费啊 你要普通老百姓去找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这个出装费啊 七八千啊 八九千 都有的啊 而且还要脱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分管固化这一块的 并非是现在的电信 而是当时一个很 有年代特色的单位 叫邮电局 当时的邮和电 电就电信嘛 其实是一家人家 邮和电是一家人家 你去邮局去寄信 你去买一张邮票 你去哪买啊 邮电局 他的这个门口的这个招牌 三个字啊 就是油电局 都是绿色衣服嘛 后来呢 开始分家了 油和电分开了 店里面的话呢 又开始分了两家 一家是移动 一家是电信 今天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移动网络 传统的是三块牌照 对吧 移动连通 还有电信 当然咱们就撇开 那个铁通先不说 铁通也是有牌照的啊 他那个有点特殊 咱们先不说铁通 咱们就说啊 电信 移动呢 其实是后来 从这个电信里面 又分出来的 一个算是 以我来说啊 我一直把它叫做是 嫡系的啊 一个这个亲生儿子 为什么说这话呢 移动的话 它完全就是中央集权管理啊 统一的这个中央核算 但是电信不一样 电信的话呢 它其实不是央企 每个地方电信的话呢 它是独立的地方的 独立核算的企业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地方的出口型的企业 你这地方经济好 那么相应的 它的电信啊 所在地的这个电信 也会好一些啊 我印象里面很深的 就是 两三个地方的电信 是比较牛的吧 你像这个 上海啊 浙江啊 包括广东啊 这种地方的电信 是比较牛的 有多牛的 我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 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 说那广东电信啊 就是甚至 就是在最牛的时候 都不上脚 给中央利润 就是这么牛啊 所以每次啊 就是 因为它很早也是就开始用这个手机了 用移动电话 当然不是那种大哥大啊 就是普通的手机啊 摩托罗拉的这种 我就 我就很羡慕广东的这个自费 因为它那个自费明显就是比上海便宜啊 上海那个自费的话呢 算是比较贵的啊 我用手机的那个年代的话呢 还是要交流出装费 而且每个月的话呢 有月租费 然后当时你打电话接电话 是双向都要收的啊 不像 不像后来 手机是那么便宜啊 他每次过来的话呢 他都跟我显摆 他说我一个月才交多少多少钱啊 我一听的话 我说 太便宜了啊 这上海什么时候能这样就好了啊 但是很快 上海呢 就出现了很多让他很羡慕的事情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 还是说回这个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呢 咱们就是上海电信吧 上海电信呢 当时 它主要的这个业务啊 其实是固化 就装固定电话 但是随着 就是中央已经决定了 要把这个移动啊 这个等于是亲生的儿子 给他扶起来嘛 对吧 那么就显然 有一块 这个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你要解决你企业的这个 独立经营核算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我就说了嘛 他不是这个中央拨款的 他叫独立核算的啊 那么你地方型的企业你要独立核算 你要自负盈亏 那么你显然你要面对的问题啊 有很多啊 有一个到现在很多的那些国营单位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那个事业编的啊 就就比如说这个国营单位啊 比如说油局的啊 什么自来水的这种公用 这个事业的 他的系统里面啊 这些都不是事业编啊 但是他属于国营单位 国营单位里面的话呢 他到现在啊 处理他的这个退休工人 还有一个组织叫退管会 退休管理委员会啊 就是处理你那些 退休工人那个逢年过节的一些 这个福利啊 对吧 这体检啊 慰问啊 包括这个有人这个家里面 婚丧嫁娶啊 等等吧 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 退管会呢 当时这个上海电信 或者说中国电信吧 做了一件啊 如今看起来是 比较硬气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他把所有的那些啊 当时的那些 退休工人自己就吃下来了 没有把他推向社会 你要你要知道 我说这句话 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啊 经历过那个年代 如果你已经生长发育 那个阶段已经完成了啊 你会对这个社会有体会啊 就是90年代 90年代初的时候啊 这确实有一波这个 大量的有一波国企的 一波这个下岗潮 很多的这个 就是国企的各种各样 这个国家单位的一些 这个企业的这种职工 就是面临着这个 两眼一抹黑的阶段啊 有一个数据我看过 在这个95到97年 当时全国的这个 国企的员工加起来 1.09个亿 然后到了02年的时候 经过我们这个朱总理啊 朱镕基总理的这个大道阔斧 到了02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6900万 你就想想有多恐怖啊 就是就是4000多万的人 就被踢到社会上去了 所以朱镕基的话呢 很多人骂他 我也可以理解 对吧 但是你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啊 你要走向和这个WTO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你要走向和这个世界接轨合作 你还以以前那种计划经济的这个体制 就肯定是不行了嘛 对吧 而且事实证明 中国老百姓 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扛不过来的 和当时你说90年代出的那种 狂潮一样的那种下岗潮 包括再远一点 对吧 你说那个结束十年文革的时候 那批人就是回到自己以前那些地方的 对吧 又返回自己以前那些家乡 但是又没有技术 又没有文化 就是一抹黑 也等于是被硬生生的 就是被耽误掉了 那批人后来是怎么活下来的 其实你跟那个年代比比啊 你说经历过2022年算什么呢 对吧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说回来啊 当时的这个就是中国电信啊 因为把这批这个退休员工吃下来了 所以说很难 但是问题是你看国家对吧 他给自己亲生儿子给移动 有牌照啊 很明显他没有牌照嘛 怎么办呢 但是他也要想办法创收业务嘛 所以呢就想出来一个伟大的东西 就是小灵通 小灵通 为什么 你打着打着 喂 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讲的简单一点 他一级网络 其实就和你固定电话是一个道理 固定电话 你想啊 你只能在家里嘛 你不能够对吧 跑到马路对面去打你们家的固定电话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移动电话 就是移动的那种固化 那就可以了嘛 那么小灵通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信号强一些的 移动的无神电话 但是他的原理是固化 因为一级网络嘛 他没有所谓的那种移动网络的基站的切换 切不了 他就是一个基站 离开这个基站就over了 其实就这概念啊 就像那个以前你广告里面一直看到的 对吧 那个广东那个叫步步高吧 那个无神电话 其实就是这东西 那个就是小灵通 懂吗 当时呢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 所有的这个系统里面的人 都有指标 少的10台15台 多的2030台 你要完成 销售指标一定要完成啊 完不成的话 你什么什么奖金就没了啊 就是一定要完成 从上面到下面 从老总到基层员工都有 所以你看 当时狂飙那个电视剧里面高启胜 他那个电啊 是怎么开起来的 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开起来的 懂吗 他拿了那么多的这个名额 就开始卖了 确实便宜啊 你想那个年代 手机还要交入网费呢 对吧 交了入网费 每个月还有月租费 而且打电话也要钱 接电话也要钱 双下收费 短信还要单独要 单独要这个付钱 很贵啊 小灵通呢 确实信号差 但是他确实便宜啊 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所以呢 巅峰的时候 我记得整个中国 小灵通用户有1亿多个人 就是有1亿多个人 但是后来很快啊 那个东西就over了 因为确实是 当你整个的这个 就是几大运营商的这个资费啊 开始慢慢往下走的时候啊 手机的这个功能也是越来越强 他就跟不上了 小灵通就只能打电话嘛 但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至少是在上海 我看到的现象啊 尤其在机关单位 但是不光是机关单位 很多人 私人不一定有 有这个小灵通电话 但是公司里面 他一定作为办公电话 他他会给你配一个 就是联系业务用的啊 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呢 他自己有私人手机啊 但是他就把这个小灵通的这个 移动电话吧 咱们就不能把它叫为手机啊 因为插不了卡的 作为一个单独的 可移动的办公电话 就等于你是多了一个办公电话嘛 就这概念啊 而且费用也便宜嘛 也不要钱呢 当然信号确实是差啊 就是这个概念里面 当时就是很多人 其实也是像这个 就像那个高企胜一样 也就开了这个店啊 但你看开那个店啊 其实赶上了 有些东西就是 你赶上了就是赚了啊 其实其实也是负了一批人啊 但是我想说呢 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 你要知道 本身电信啊 其实虽然呢 他不是央企 但是电信的其实 也是挺牛逼的一个单位嘛 对吧 你要知道电信的老总啊 每一个也都是中央委员吧 我是说上海的啊 不是政治局 是中央委员啊 反正中国的这个顶层的这个三百多个人吧 也是可以这个参加国家这个参政意证的 商量这个国家大事的人 也是挺牛逼的人啊 然后呢 这个你要知道当时中国电信啊 他是挺牛逼的 对吧 做了一件比较硬气的事情吃下来了 但是大量的你要知道 在这个90年代的那个时代背景里面啊 就是大量的国企的这个下岗的员工 就是只能是 踢到社会上去了啊 所以为什么你说这个了解我频道的网友都知道啊 我呢特别喜欢 碳水 尤其喜欢面啊 全中国的这个面啊 我都吃遍了 从南到北 从汤的到拌的到炒的到粉 到各种不同材质的这个面 不同的焦头 我如数家珍 光是说面 我能跟你说两三个小时 不带重复的啊 光是说上海的面吧 我可以告诉你上海的面 其实就是 你要说真的要说喜欢的啊 你要你要去这个 有些要求的 那么肯定你要吃这个 现炒的焦头面 对吧 你看说到这个面的话 那就咽口水啊 大量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面 这个半壁江山吧 都在以前的卢湾区啊 现在的话呢没有了吗 现在叫新黄埔啊 卢湾区的这个大量的几家面馆 随便我就能跟你说 以前的话呢 有一家吧 香格林啊 后来的话呢 这叫卢香记了啊 香格林呢 以前也叫索德米 其实就是一回事情啊 后来呢 里面的这个几兄弟 分了家了 单独出来干了这个 有了后面的宝钛 和有了后面的大眼 香格林的话呢 这个 呃 反正至今吧 至今这个卢香记啊 其实还是值得移去的啊 但现在呢 就是有这个水平的 这个面 面馆是越来越多了啊 其实也是最早那批这个 卢湾区的老面馆的厨师啊 后来交出来的土地开的啊 包括呢 你像以前那个 这个老辈啊 开在这个 开在这个 开在文庙 附近的啊 就是赵州路上面的那个 蓝牛丝 腊肉丝面馆那个老板 上话说啊 标准个荡苍木子啊 那个老板的话呢 后来自己开了一个这个 卖阳春面的啊 叫易贵盒 这个店也值得一去 这个店 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啊 但是你要知道 一碗阳春面 没有任何焦头啊 卖到17块钱 那就是人家确实有东西了啊 就不给他这个 做具体广告了吧 你要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看啊 但是我就给你推两个东西啊 因为确实是好吃 一个呢 上海人叫 网姜 网姜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豆腐一 包肉 但是呢 它是红烧的啊 咸中带着甜 甜中带着鲜 而且这个馅啊 里面是拌着这个 姜丝的 还有呢 就我 我记得反正 它那个荷包蛋也不错 好像也是 就是煎完以后啊 两面是红烧的啊 就是煎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两面煎的嘛 不是那种单面煎的啊 红烧 然后这味道也是进去啊 我就记得我 我去吃的时候啊 当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啊 但那个老板 其实还有一家面 是专门卖那个 是鹅肉的那个拌面的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因为关键是他的面好 面比较筋道啊 他的这个面是专门是 自己是嘎出来的啊 找这个面场 自己家的那个配方吧 也是不外传的啊 包括他 包括你像 鹿湾区的这个大肠面 什么的 一大批的这种 就咱们说啊 亚索阿姨啊 对吧 就自己开出来 包括你像 鹿湾区 还有一个叫长脚面的 三千米 这个老板的话呢 也是一个这个下岗工人 他的这个面馆 就开在这个 咱们叫啊 踢进立项 天井的话呢 其实就相当于北京 那个 就是四合院一样 里面的话呢 是几家人间 中间这块啊 它是露天的公共的地方啊 就给你洗洗涮涮的啊 他的这个面馆 就是开在里面 所以一般你要去吃面 你不能炒 炒的话呢 他就让你出去了 因为你要炒到邻居了嘛 对吧 只做夜宵 牛逼的不得了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一碗肉丝菜汤面 但是呢 里面这个酱油 里面给你加了猪油什么的啊 挺鲜的啊 挺好吃的 这些我都 我都吃过了 像什么最早的耳光 馄饨 也都是在卢湾区啊 就是一大批的这个叔叔阿姨 散黑物叫亚苏阿姨 对吧 开出来的啊 后来有些人你想 也不容易啊 对吧 靠着这个做 做这种小吃 靠面馆 这个钱最后自己也买了房子了 包括再说一句 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的 你像最早那一批 这个KTV里面 陪酒的那一批 阿姨 很多也是纺织厂下岗 羽工出来的 你这么表现 真的不要看不起 你想我就有一次去这个贵都啊 贵都酒店旁边 他有一幢大楼是办那个旅游签证的啊 我忘记是去去哪里的 但当时呢 很有意思 他那个办公室啊 是一撇二 一半呢 是办那个旅游签证 一半呢 是办那个娱乐行业的从业人员的上岗证 那个上岗证 其实说白了 就如果你要KTV里面陪酒 你要有这个上岗证 但是呢 我当时去办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们一个对话 我就印象很深 为什么呢 当时是某一个夜总会的这个服务人员 要给他们的这个阿姨 要办一个上岗证 但是呢 那个人的年龄超了 当时的规定的话呢 不能超过45岁 那很明显 他那个就是超过45岁了嘛 但是啊 我听他解释 我就笑了 他说那个客人喜欢呢 客人就是喜欢他啊 你要聊国际政治 给你聊国际政治 你要聊这个金融时事 给你聊金融时事 对吧 从法律到民生 人家都能给你搭上话来 对吧 而且人家活又好 就是客人喜欢啊 你像那些年轻的 对吧 只会化妆啊 衣服穿的稍微那个一点 那没意思啊 他说客人就是喜欢他啊 他说你能不能通融一下什么的 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办出来啊 但是当时那一批不容易啊 其实现在想想是不容易的 就是这么过来的 你说当时那批人是怎么过来 其实你说当时国家做了什么事情吗 什么都没做啊 你要知道当时整个上海来说 他的政策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一刀切 一刀切是什么呢 就是买断了 根据你的功龄 根据你情况 我给你一笔钱 两万三万买断再见 你以后养老什么东西就靠你自己 那必须自己要谋求吃饭呢 怎么办 很多人就 就是放下身段就开始 对吧 有些送快递的 有些卖馒头的 有些就是就像我说的 开了面馆的啊 开了面馆的也有很多 做不起来的 我刚才爆出来的这些都是 圣经百战啊 最后都是混出来了 不容易啊 包括你像当时这个你像肯德基也好 你像这个每个小区门口的保安也好 那个都有一个很上海话的一个称呼 叫灰猫 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猫吗 对吧 黑猫 我们一般说的就是那种正规编制的保安 在上海来说啊 灰猫呢 指的就是那些穿的这个保安的衣服啊 它是灰色的 它是第三方人才市场雇佣过来 给你到这里来做一个小区保安的 它不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物业公司直接雇的保安 不一样的 第三方人才市场雇佣过来的保安 工资呢不是物业公司发的 所以它的制服是灰的啊 我们一般叫灰猫 这种一般招的全是鞋保 上海我叫亚伯 什么什么叫鞋保呢 就是下岗工人在就业 一般的话呢 男的要40以上 女的要35以上 然后这工作机会的话呢 全是那种 就是 呃就是那那种帮助找工作的 三海我叫老房啊 就是那种帮助找工作的 那个职业介绍所吧啊 给他们这个鞋保人员安排的机会 这样介绍过去的啊 包括有些便利点 什么全家呀 什么罗森 当时招的也是这种 鞋保的很多的 就是每个店必须要招 招一批这样 解决社会上的就业问题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 就现在想想 你说这个 这个 好像2022年 对吧 很难受啊 包括你说这个武汉的这个 医保啊 改革了 然后呢 就是一帮这个老头老太太们 我都很理解 有人对这个 对这个国家啊 对这个执政党 产生一些怀疑 这个心情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回过头 看看以前真的那么艰难的那个年代 其实不也就过来了吗 对吧 包括你想这个当时电信啊 其实现在想想电信对单位其实也是负的流油啊 当时你知道在在给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移动通信做基建的那个公司 那叫铁塔 铁塔那个公司的话呢 至今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几大运营商里面成立的那个整个总公司里面 他还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股份吧 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几大运营商做这个基站 但在他出现之前 其实整个的基站 电信方面自己的基站是自己出钱啊 你想什么叫做基建 对吧 infrastructure 那个东西是没有收益的 就是纯是扔在水里啊 他基建的钱要自己出 一手呢还要拖着退休工人 你从企业财务的角度这个叫负资产啊 就是没有给企业再能够创造收入的价值了 所以说真的是很困难 很困难啊 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都能过来 其实不用怀疑啊 中国在目前和美国的这种竞争也好 你说中国的这个自己发展的这个道路上也好 我是觉得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在这过程里面的话呢 你肯定会遇到困难啊 但是话说回来啊 这个我一再说了 中国一定能超过美国 对吧 中国的明天也一定是光明的 但是作为你个人来讲 你要看得懂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你始终要有一种前瞻的眼光啊 你要确保你能够存在在那个光明的明天里啊 当然每个人还是回到一开始那句话 我是觉得每个人一辈子都会遇到很多事情啊 有的时候的话呢 都是同样的困难 只是说你准备好了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啊 因为我实在是觉得最近那些 那些这个读论论的频道啊 好像是加大了这个力度啊 不用去听太多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分辨能力 你消化不了 你就多看看我的频道吧 好吧 欢迎大家看完以后呢 把你想法再评论里告诉我 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